央视解说奇葩事物又惊了网友黄建祥,看清赛说啊,俄罗斯世界杯,克罗比亚,对阵俄罗斯的比赛战况激烈,令人大呼过瘾,而对于中国的球迷则在观看直播的时候,感受到解说员带来的额外乐趣,而这位老师并不是别人,而是此前傅九刚刚上演加实赛115分钟好戏的红钢老师,这个球吃到黄牌没有什么好说的, 这个,是一个典型的黄牌,比赛第37分钟,本场比赛解说员红钢老师如是说道,正当球迷们琢磨着什么是典型的黄牌时,仅仅三分钟过后,红钢老师全场最善要一刻到来,第40分钟,克罗比亚曼珠基奇转中,克拉玛里奇在四周两米无人兵防的情况下将球顶尽,大家惊呼,克罗比亚单平了,只听红钢老师一声和声, 开始了表演,啊呀,伊格纳守维奇,乌龙球,克拉玛里奇的传中造成伊格纳守维奇的乌龙,哦不是伊格纳守维奇,是中场的库甲耶夫踢进了自家球门,哎,镜头还是对准了伊格纳守维奇,本次比赛他的第二个乌龙啊,哦,这个球是克拉玛里奇头球顶尽的, 一时间,红钢老师的口误事件,再次于微博间传播开来,前央视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建祥也忍不住发微博吐槽,这个球看便是第一反应,绝不会想到是后卫乌龙,怎么反应怎么条件反射也不会,在现场评论席是怎么会砍成乌龙的呢? 是观察角度借位了吗?那就等一下,慢动作看清楚再说嗨嗨,更夸张的是,著名音乐人图鸿刚老师的微博,也被误伤沦陷,黄建祥微博自鸿刚老师在英格兰利S哥伦比亚的115分钟,裁判还在给时间事件后,鸿刚老师又火了一把,此前鸿刚老师将自己的失误归结为罪意,被网友戏称为罪酒情解说,而在这一次, 鸿刚老师又有了新的绰号,盲人行解说,网友吐槽献新高,网友蒙圈网友蒙圈网友调侃,网友调侃,网友总结,上一次操控时间,这一次操控空间,运营人员,唐骏MX002 以上三� respons的时候,再次操控中结束,再次操控拿换 好늬�bir遇,开价位雷口,再次操控域,挑逐種简佢